生日要来了 赶紧替我的粉饰宝宝们 取一个心愿 心愿取完了 可以吹蜡烛了 好了 可以开工干活了 山老师赶紧上东西 给 开心呢 山老师让我用手干吧 我的二纸茶要 瞧我这神力 哇 漂流瓶 猩猩堂 奶罐 这是我小时候的最爱 这颜色可真漂亮 哇 还有绿色的 还有女生最喜欢的粉色 我要把它全部都倒出来 这么多呢 上盘子上盘子 导演 把它倒出来 我已经把它弄好了 快看登场了 哇 哇 是不是看到你眼花流浪 让你们充分看一下 它的美 到了 哇 瞧我小心翼翼的 刚刚你们仔细看到没 这每一个小小的许愿屏上面 还有表情包 我来看看哪个表情包最符合摄像老师 哎呦 哎呦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 是不是很像 这个表情 这个表情特别像我们的设央老师 那再来看看 挑一个符合我气质的 哪个符合我呢 嘿 这个有点像 戴个眼镜 酷酷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挺像我的 瞧 我的嘴跟他的牙齿是不是很像 快点 嘿嘿 我的招牌表情就是它啦 笑出了花呢 嘿嘿 好了 我们来把这个瓶子里面的糖果打开 尝一尝 看看是什么味的 这有黄色瓶子 橙色 红色 还有紫色 把它一一都倒出来 呀呼 哇 倒了满满一杯呢 吃东西啊 要有仪式感 所以呢 粉丝宝罗们 你们先吃 啊 啊 啊 我来尝一下 嗯 就这么小小一个 可我还没尝出味呢 干了吧 唉 我确实有点难度 吃一口吧 啊 哎呦 嗯 太多了 它掉出来了 嗯 嗯 嗯 听声音没 感觉好像是在嚼冰块呢 嗯 这个小小的冰晶糖啊 特别的脆 来 让你们静看一下 其实它像一颗小星星一样 菱角分明哦 只是太小了 如果有放大镜啊 唯一能让你看清楚它的真身 嗯 啊 我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叫它叫星星糖了 瞧 我们晚上看星星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星星特别小 其实根本看不起星星什么形状的 只知道它是亮的 no 这个也一样 哇 太美了 哎 瞧 我现在倒了这么多的空瓶子 不是说它是许愿瓶吗 那我们就就许愿吧 来 要把这些瓶子写上我的祝福紫条塞进去 然后再抛出去 哎 山老师 快点 上紫 我要写字 对 哎呦 就这两条紫啊 还比 瞧 我激动得手忙脚乱 写完了 现在把它卷起来 装到瓶子里面去 哎呦 太长了 碎吧 你别把字给试了 我再看看 字还在 叠一下不就行了吗 哎 装好了 盖上盖 叠起来 盖上盖子 啊 我的两个许愿瓶全装好了 不小心碰到了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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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容我就这样吧 我的小鲜干吓了一条 哎 山老师 我现在要把它抛到海里去 把大海给我拿过来 海 哇 蓝蓝的大海 现在我要开始投了 啊 星辰则灵 我的祝福语啊 我的愿望 都是学给我的粉丝宝宝们的 希望他们全部都能实现 飘飘飘 飘走吧 飘走吧 把我的祝福和梦想 带到远方的粉丝宝宝们们 好了 那我们本期的许愿瓶星星堂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啦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飞咯